珍贵的一种药材植物 老人把它称之为三人生 有很多没见过 这些植物一般在生山里面 野生资源越来越少 喜因斯环境下面才能够找到 长草价值有很多地方都用得到 能够帮助不少人 遇见可别错过 朋友们大家好 来人是一种非常有名的植物 在自古以来当作中药材 或是工业方面的用途 价值极为珍贵 今天要介绍的植物学名叫细心 自古以来就是一位常用中药材 通俗一朵来讲 它的地下根细状 味道新 顾得名细心 神龙本草经当中记载 植物的用途被列为上品 细心它是马兜林科细心属 多年生草本植物 一般是马兜林科的植物 都有小毒或是大毒 地下根细长 根状金 在地下横着走 叶片是软状新型或静盛型 叶片通常两片 叶片呈现纸红色 花一般在金叶处 侧身 花中紫色 紫褐色 花的形状 花被捅壶状或是半球形 果期每年六月份 果半球状 野生资源细心 主要分布在山坡林下 土质肥沃而阴湿的环境下面 喜鹰怕强关 在土质疏松 肥沃 和腐质土 我们常常能够发现 它都是成大片的生长 细心在南北各地 均有分布野生资源 老中医对它比较熟悉 植物别名有小心 绍心 细草 独叶草 金盆草 三人生 细心作为野生重要材 草业人在每年夏秋二季 采收传草 连着地下这个根须 洗干净晒干 细心的经济价值 人工大面积种植 除了能够当作重要材 在精油 化妆品 肥皂 牙膏 日用产品方面 常常也用得到 在瘦药方面 这个细心 也是很不错的药材 在农药方面 还能够用作杀虫驱虫 植物科普细心 有小毒 谨慎小心对待 切记不要误食 专业课方面 可了解它更多 评论区可互相交流 关注用心看农村 给大家分享 更多农村生活视频